欢迎收看五期股市同学会 我是陈明君 各位同学上课了 台北股市2024年开盘连续三天指数都下跌 加上每股礼拜三再度受到压力 联准会的会议记录 部分官员说还是不排除升息的选项 四大指数全部都收黑 道琼还收跌近三百点 台股今天尽管震荡 但是跌点并没有很大 大概在平盘附近左右 那有没有一只看不见的手 在压抑全球股市 尤其是美股跟台股的表现 因为前一阵子涨太多了 如果台北股市继续震荡拉回的话 哪一些法人有在悄悄买进的股票 进可攻退可守 或是业绩护身的个股还没大涨的 可以留意呢 马上欢迎特别来宾 首先欢迎的是分析师王兆丽 叫的一个午安 明君好 同学好 欢迎分析师吴岳展 展哥好 明君好 大家好 欢迎分析师邓上伟 邓老师好 明君 同学们 大家午安 有没有看不见的手压抑股市呢 因为就在美国股市2024开春之后 联准会的会议记录 却没有那么的鸽派 依然不放弃升息的选项 也让美股看法 最近专家意见出现了分歧 那台北股市怎么样抵御乱流呢 不过今天盘面上面很强的是航运股 红海危机 运驾没有要回头的迹象 航运股飙船过大浪 老船长包含了台华投控 包含中环 持股都还在 这代表你不用担心吗 而另外业绩互生的有网通股 网通股也要前进CS是有新品了 就看到仲奇跟明太啊 舌约营收公布 这月增幅度相当的惊人 几乎是往上冲 那股价还在第一位阶 还没反应能够还它公道吗 我们请问赵丽老师咯 三星要当AI手机的老大 1月18号要公布最新的S24 据说这功能非常的强大 可以纹身图 图身纹 而PA功率放大器 有办法因此受惠吗 但是巴克莱的一份报告 它降频了苹果 让PA三雄这苹概股 接连的受累 股价持续回挡 何时能回神呢 因为毕竟营收已从谷底翻身 怎么样来做现阶段的操作 另外老AI一天涨一天跌 AI明明就可以助攻 美国股市再冲天际 那关注筹码比较有机会吗 怎么样从老AI的筹码变化 来看看下一次切入的时机点 我们请问一下展哥了 寒假到了尾牙演唱会 商机大喷发 另外这个游戏股之外 最近演唱会概念股的 碧应跟五月天相关的 也是抢抢棍 碧应是圆月的必胜股 它的基期很低 基本面有护体的特色 能看到呢这个寒假商机 哪些个股有机会呢 另外啊 一月份开始台北股市震荡回档 跌了三天 哪一些股票法人偷偷的卡位再买 谁未接低比较安全 我们请任老师帮大家来抓一抓 学习一下 舍定571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到571股市同学会 2024台北股市交易三天 开盘三天就跌了三天 那美国股市昨天呢 大幅度的回档 也拖累台股间的表现 但可能是台股前两天跌过了 跌了400点 今天呢 这个抗跌力道十分的强劲 中长者小跌9点 收在17549 成交量是2767亿元 今天呢 这个盘面上面呢 最强的依然是航运族群 航运股包含了长榮 填息之外呢 还继续攻高 最高来到165块钱 那紧接在后的阳明 也要拼田息了吗 航运股的利多来自于 现在运价不回头 红海危机没有解除 航运股还要持续 向上攻的动能吗 另外呢 这AI概念股啊 一天涨一天跌 今天又回温了 明明知道今年AI的题材 会贯穿整个股市的主轴 怎么样来做切入呢 筹码乱没关系 怎么样看法人的进出 来找比较好的买点 这是今天节目当中 要跟大家分享的几个议题 那我们从这个台股的 K线来做观察 真的 有得拍一看啦 台北股市昨天跌破月线 今天持续在月线之下挣扎 那我想问教理老师 我们这两天 都从很多的这个 领先指标来做关注 包含了恐慌指数 持续的探底 对不对 那美国股市看起来呢 整个AI的题材 依然芳心为爱 很多反而也对AI相关的个股 给予很高的评价 可是为什么 不只是台股 美国股市这三天 也是预振乏力 尤其昨天联总会的 会议记录报告 没有很割 说通膨降温会降息 可是也不排除 会有升息的选项 这到底什么意思 是不是有一点点 因为股市前阵子涨太多 过热在压抑 那台北股市今天能够 抗跌的底气在哪里 跟大家选股的方向 有没有什么样的关联呢 对 没错 我们先看台股的部分 其实你可以看到 当然航运股的部分 大概占了17%的一个水准 所以目前航运股 就短线商业人 它当然是任 不过就是说 以SCFI来看的话 其实欧洲线的部分 在期货 之前是连续的大涨 那今天目前来讲的话 大概跌了5到6%的一个水准 所以明天的货柜的部分 会有一些压力 那假如说就指数来看 当然最近出现拉回的走势 可是成交量的部分 其实说真的 并没有大幅的放大 而之前上工的时候 也是相同的 量能并没有放大 所以代表什么 这个地方的失望性的卖压 或套牢的卖压 其实不会是太重 那再加上台股的部分 其实ETF 有互盘的一个效果 等一下我们再来讲 那美股的部分 我们看下一页好了 其实你看一下 其实美国涨多之后 当然多空的看法 开始再度的一个分歧 为什么我这样说 其实INF的部分来讲 它认为美国肯定会软着陆 预期今年利率也会下调 那下调的部分 其实你可以看到 目前市场上 预估大概6码附近 今年底 在今年底之前 可是重点是 FED那时候宣示的时候 大概是3码附近 所以就多了大概一倍 就是从所谓的3码 变成6码 那现在的市场 又觉得说好像 降这样好像是太快了 假如经济没有衰退的话 降6码好像 所以现在美国公债的殖利率 是不是稍微的往上 对不对 那你美国公债殖利率往上的话 其实本益比 基本上来讲 又会稍微的压缩 所以我觉得 其实最近的美股的下跌 跟殖利率有关 就是说 原本大家预期降息的速度 或时间点会比较快 而现在呢 突然之间发现 好像没有这么的快 原本说最快 可能3月份就会降息 一般我觉得 大概5 6月份的季位 相对少来讲比较大 因为目前来看的话 经济也没有出现 所谓大幅衰退的一个疑虑 那第二个来讲的话 其实我跟大家报告 就是说 其实美股的部分 因为现在比如1月中旬开始 中间的中 会陆续进入所谓的财报季 那美股往往都是这样 当你涨了一段之后 你去看NVIDIA 也是相同的状况 涨了一段之后 肯定就是慢慢拉回 然后等待财报季 陆续的一个展开 为什么 因为分析师都很聪明 因为分析师基本上来讲 做多的多 所以我先把财报的部分 上一季的财报 把它稍微的压低 EPS的部分把它压低 那你知道实际公布之后 是不是就容易 犹豫市场的预期 所以你看S&P500 就历史的角度来看 其实它基本上都有6成以上 高的时候甚至于70几%的公布的财报 我们不要讲财测 是上一季的财 都优于分析的预期 这很重 股价就会大涨 对 所以你看最近的股市的拉回 你说最近股市有出现什么大的风险吗 没有啊 对啊 就是殖利率 跟财报季即将展开先拉回 并不是真正有特别大的一个利空 那当然也是因为股市涨多了 稍微的修正这个也是好事 那当然会不会飞越2万点 我觉得这个大家的看法不一样 我觉得这个是太乐观 就懂我所提到的 这个地方大概就是第五波的邪恶波 邪恶波本来震荡就会很大 指数的震荡也会大 个股的震荡也会大 所以你在操作上来讲 你要系好安全带 就是什么叫系好安全带 就整体的持股比重你要控制好 你这个地方不能all in 你有可能就五层附近 那你说大麦空中的主角 这个是比较偏空的 降息有可能没有预期到 其实假如是理性的人认为 说真的今年要降6 甚至于7 基本上是不太可能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不是 那大麦空反正去年以来 大概也都是偏空的操作 甚至于去放空 所谓一些半导体的一个ETF等等 那当然半导体的指数 这一波其实也创下历史性高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应该是这样 所以多空看完之后 我会建议大家 其实这个地方 你就大概持股50%附近 好 那选择位阶相对少来讲 比较低的 会是比较好 好哦 这个多空看法出现分歧 主要有关于联准会的态度 那赵玉老师提醒 大家持股水位 抓五成左右 可能等到财报记录去公布之后 再做下一步的这个 动作会比较安全 那台北股市 有没有什么样的条件 会比美国股市还要稳的 可能就是很多的高股息ETF 所谓被动性的买盘好了 老师我想问一下 去年台北股市为什么大涨 真的是靠高股息ETF的资金浪潮堆起来的 今年还会不会有这样的现象 对 其实我跟大家讲 其实你看去年 为什么像广达 为什么像伟创 这些股票 为什么通通都出现大涨的时候 甚至像微信 技嘉等等这一些 因为那时候其实说真的 一开始的时候 代工的股票 其实它的殖利率相对上来讲比较高 那你买的这些股 所谓高股息的ETF 它当然只要买这些的股票 可是大家有没有发现 当股价越涨越多的同时 它就会进行换股 为什么 因为殖利率变低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他们最近来讲 其实常常在换股 那台股 台股当然去年这么的一个强势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 因为台股的ETF的资金的规模 你看一下 在去年成长了快七成 你说这些投资人去买的时候 去认购的时候 那当然它被动是 它一定要去配置这些的股票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这一部分来讲的话 以目前来看 其实现在的氛围 因为相对常来讲 大家还是正面 还是蛮乐观 对今年的看法相对乐观 我觉得也不太可能短时间 这些所谓的一个 出现大量的赎回 我觉得这个也不会 所以既然不会出现 大量的赎回的状况 这个就是台股的底气 短时间而已 它是底气 只要你拉回来 说真的很多人 因为最近这一两年 很多人都教大家 要定时定额 都要存股 所以这些人又进去了 你知道吗 所以又把指数撑住了 所以我觉得假如 以这样来看的话 其实台股短线上来讲 我觉得风险也不是太大 就是你要集结 至少有这些的 内支的力量在撑盘 好 这个ETF 应该算是台北股市 短线回档的护城河 那如果说我们从选择 短线上面的 比较强势标的来做 留意跟这个琢磨的话 也许可以看看航运股吗 因为这个FCFI的指数 这几个礼拜 真的是大涨超过了 百分之一百以上了 主要原因是来自于鸿海 鸿海就算是美国 组团护航也没有办法解决 因为这些夜门的反叛军 照样轰你的商船 马世纪就宣布 无限期停航红海 已经不是48小时 变成了无限期 赫伯罗德也说 1月9号前都避开红海 导致达菲亚洲到地中海的 运价翻倍 那航运巨头转弯 运价会喷去哪里呢 因为我们看到上海 急运指数的欧洲限期 或续标 可是刚才赵李老师讲到了 今天有稍作回落 可能要小心一下下 主力合约一共出现了9个奖停 那如果说呢 这个孕驾指数的 这个上下变换 你觉得难以捉摸的话 那我看大人 看大咖操作可不可以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 台华投控跟中环了 这两家公司 很喜欢操作航运固 中环部分呢 封关前买了 良民6177张 那1月2号再买长荣 目前累计持有 8997张 账面上都是赚钱的 那台华部分呢 还是持有长荣1600张 杨明1.26万张 在长荣成功的 填席155之后呢 今天持续向上 最高攻到165 会不会杨明有机会 落后补掌 也跟上填席的脚步 那现在大家都想问了啦 哇这个货贵二雄 长荣跟杨明 因为万海毕竟没有欧洲线 受惠程度不大 长荣跟杨明 如果大咖都还在的话 我们昨天节目当中 老师有特别准备 豪运谷的操作 我们来不及讲 今天也给大家 好好地来分析一下 对 没错 我想目前来看 其实你可以看到 在上海出口集装箱 货柜的指数 其实说真的 这一波真的涨蛮多的啦 所以带动了这些 货柜三雄的一个股票 不过刚刚有提到 其实在今天下午的时候 其实欧洲线的部分 涨幅最大的是 欧洲线的部分啦 那已经开始出现 大概5 6%的一个跌幅 那这个肯定会影响到 明年货柜 明天的一个货柜的 一个股价的部分 那我要跟大家讲 其实你现在操作货柜 就如同之前在操作 BDI BCI是相同的概念 为什么这样说 你先看一下BCI BDI 那时候也是突然之间 出现大涨 因为那时候也是硬盒 有塞 就是语气啦 没有来 那所以就造就了 BDI BCI的大涨 可是说真的 因为这个都不是需求量的大增 你知道吗 这是类似供给面的减少 供给端的部分出问题 不是需求大增 今天假如需求大增 就会回复到两三年前 疫情的状况出现一波 真的强势的大多头 可是重点来 并不是嘛 所以并不是的状况之下 怎么涨上去 就会怎么回档下来 所以你说 这个SCFI等等这一些 大家也知道 因为鸿海的问题 因为地缘政治的问题 并不是我突然之间 整个需求的大增 所以我相信 这个上去之后 真的要下来 也是这样子啦 所以你就用技术面下去操作 这个地方 你也不要幻想太多 我想 因为台湾最懂海的老板 也都出来讲的 对 他不是前几天 跟你讲 你先蒙高姐嘛 对 对不对 那其他的再看看 我觉得是这样子啦 那这个当然是去年12月以来 到现在欧洲的一个 集运价的一个走势 其实真的是蛮强的 从12月份到这样 真的涨得非常非常的多 那我的意思 你就把这个部分 BDI的部分 散装的部分记在信上 不要去乱在 可能会长成这样 对 会长 它的运价的指数 会长成这样子啦 你先了解之后 你在操作面 就有办法帮你 所以你看散装的部分 其实目前来讲 说真的 也没什么动 所以你会觉得 一个月前 展散装的时候 货柜不太动 为什么 因为不一样 因为那时候是涨 BDI BCI 那现在呢 是涨 SCFI WCI 这一些 所以不一样 所以你可以发现 最近是动货柜 不是动散装 因为散装就是没什么动 那当然有的人想 航空等等 我觉得 就是这一块来讲 以技术面操作 不要真的想太多 说这个需求 价格的部分来讲 会一直一直的大散 那老师 从技术面观察 我们就快速举例一下 长榮跟杨明 好来 你看一下 好 我们看一下 603的长榮好了 它当然股价创新高 其实我觉得 这种来讲 你就以前一天 因为已经强势了 就以前一天的低点 来当你的停损跟停力 好 尤其那2609的 阳明的部分 因为这个都已经上涨 对 那今天来讲的话 有盘中有创高 我觉得今天也爆量 你就拿今天的低点 当它的一个停力跟停损 那当然它假如强势的上工 你有可能就用十字线 当跌破 就做一个停力的一个动作 好 非常清楚的说明跟分析了 那这个传产部分呢 最近受到了运价上涨的影响 航运股呢 有一波的行情 老师今天帮大家挖掘另外一块 很久没人关注的童价 究竟童价的表现还不错 理由是什么 对 因为有分析师 对于童价的看法来讲到 他觉得花旗预测说 童价未来两年将会飙涨 75% 创历史性高 所以你看一下 在这样的新魂的状况之下 当然今天一统就出现上涨 可是重点来的 就是说其实你当货柜会长 当散装会长的时候 它多少会带动所谓原物料的部分 对 因为报价上涨 对 没错 多少会因为有一些 有可能是散装的运费偏高等等 就会有机会带动 它的一个报价上涨 或者是美元指数的走落等等 那当然以目前铜 它的涨幅并不是非常大 所以你可以看到 拉起来之后 当然它会出现 获利回吐的一个卖页 那你操作这一块来讲 我觉得基本上来讲 当然你就要看 它的铜的报价的部分 期货的部分 那当然你假如要扩展到 比如说像最近 今天来讲的话有一些铜箔基板 假如铜持续的涨价 对于他们来讲也是正面 所以你看一下 比如说像年帽 台药等等 这些的股票在今天的表现 相对上来讲也不错 我觉得要操作第一桶 应该倒不如去操作这些铜箔基板 相对会是比较好 因为又有一些5G 又有一些AI等等 高速传输等等这些的题材 那毕竟这个包含了 脸帽 台药等等 位阶都还算很低嘛 对 那是我们可以装一档 来做一下提前的分析 那你看一下6274的一个 好 6274台药的部分 对 其实你看一下 它就是一个 我真的有在底部打底 我觉得这种铜箱 假如持续的往上的话 其实市场的基因短时间 应该会有机会 好 那另外呢 这个寒假商机 我们从礼拜一也讲到现在了 国价非常强势 今天华裔持续的供量 跟奖停板 那它主要有这个 网银国际的投资啦 那只是今天呢 包含了志冠跟橘子 有一点点开高走低的迹象 因为短线涨多了 难免会震荡 老师这个拉回 怎么样来做介入呢 因为毕竟寒假还没到 月底还有台北国际电玩展 好多的手游啊 好多的游戏要推陈出新药 出来亮相了 怎么样来做游戏股的操作呢 对 没错 我想志冠的部分 因为股权资深 股价会比较乱一点 那不过网银 国际的部分来讲 持有的股票 你像3086的一个 华裔的部分来讲 其实今天股价又跳空涨停 因为传出 它有可能要进去印度 那印度来讲 印度很多人玩手游吗 对 没错 是全球最大的 全球最大 因为它人口多嘛 所以你看它的股价来讲 网银也持有它 网银国际 那你看一下618 当然我不是建议大家去做 这个会有 所谓的一个推升的一个效果 那当然 因为这个地方来讲的话 跟这个地方的高点稍微过高 所以会有一些 所谓解套卖压出容 不过也拉出了下影线 并没有实际的吞噬昨天的红K棒 没有整个完全吞噬 因为有拉出所谓的下影线 好 那我觉得其实 它也是属于 泛IP的一个股票 它也是网银国际持有 8.65% 所以我觉得 那台新投股也估它8.17 今年目标价给它100块 所以我觉得这一块来讲 也可以特别的一个留意 好 最后我们30秒 讲讲网通股 网通股好像这两个股 常常常常常常说 我说12月公布营收 爆表 爆充好得不得了 还没公布的可不可以压保 对 我觉得其实应该这样说 网通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第一个来讲 WiFi 7的题材在今年 那第二个来讲 网通的股票 它的本益比相对上来讲比较低 大家有没有发现 最近有些本益比 涨幅很大的 本益比很高的股票 一大会都突然之间 出现重挫的一个走势 你比如说像245的 全新这一些等等 当法人弃手的很容易大抵 那我觉得网通这一块来讲的话 其实你要可以看一下 你比如3704的一个 所谓的一个核情控的部分来讲 因为原大头股股 去年的EPS 3.19 今年的EPS 假如可以来到4.64 给它目标的这70 你可以看到券商股的 今年的EPS来讲 基本上都是4块钱以上 那假如说4.64 其实你看一下 3704的一个核情控的部分 其实股价来讲的话 它陷入整理 我觉得 真的陷入整理 其实有些股票 就是它的本益比够低 它的成长性 假如真的从3块多 变4块多 其实我觉得这种股票 反而整理完之后 有机会往上来进行攻陷 好 这位老师 今天给大家好多的 这个不同产业题材 跟选股 还有挑出 特别股票 做K线形态的分析 帮大家找介入点 跟停损点 那包含了 刚才讲到的游戏股 网通族群 航运股 如果同学们 有任何问题的话 你都可以跟我们的老师 这个加个朋友 加个赖 可以参考一下 我们画面上面的联络方式 就会找到赵玉老师的资料 那老师整理的讯息 会在Lighten里面提供 有问题也可以提出 老师有谁会在Lighten里面 跟大家做互相 互动还要讨论 广告聊一下 这老AI一天涨一天跌 AI明明助攻 美国股市有办法冲上天际 这个时候呢 怎么样来操作呢 关注筹码 找机会比较安全 另外PA三雄 明明已经谷底翻身 但是受到了 苹果被降频的利空 这PA三雄 如果手中有的 该怎么处理呢 我们请问一下展哥 休息一下 缩定五七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学会 这个AI手机 今年大放硬材 说三星也要推出首款的 AI手机 在1月18号 就会正式亮相S24 它搭载自家的AI模型 高斯也可以即时翻译说 你这个打的讯息 马上就翻译成你想要的语言的内容 它采用高通骁龙8 Gen3的晶片 电量变大 记忆体升级 还讨入了Wi-Fi器 那受惠的个股有哪一些呢 包含记忆体电源管理 IC跟功率放大器 那讲到功率放大器 明明手机市场回温 怎么股价不涨反跌呢 让我们知道 昨天巴克来出具一份报告 他是看坏苹果未来 iPhone 16的买器 认为会不如预期 但PA三雄从营收来告诉大家 12月红杰克已经营收年增两倍 创25个月来新高 明明已经看到了谷底回温 咸鱼翻身了 面对利空消息 怎么样来做解读跟操作呢 而今天台北股市当中 航运股强之外 老AI也蛮争气的 挥达H20拼音第二季出货 伪创生产 记家看好AI今年比明年更旺 这老板自己都出来讲了 可是股价很难来做介入跟操作 就是一天涨一天跌 尽管AI有办法 助攻纳斯达克指数再涨378 台北股市AI股对投资人而言 就是一个又爱又恨的族群 那老师我们先从大盘来做观察 连续跌了三天的时间 明明看不到什么不好的讯息 也不知道利空在哪里 可是为什么指数会回得这么快 对 没错 这叫股市是经济的橱窗 所以是线性指标 所以事实上很多东西都会先反应 所以上礼拜我在我自己的 Light的频道才跟大家讲 我说你看新闻做股票就挂了 就很难 所以其实是有一些技巧跟经验 但是当然这个过程中间 我们先从这个走势的角度来看 从这边11月 我们是11月第一天跟大家讲说 不要悲观就一路涨嘛 对不对 但是涨上来你看这里是月线 跟月线乖离有点大 所以这边开始整理 靠近月线之后是不是又再涨一波 对 然后12月1号第一天的时候 我在那个国民开场讲 我就说我的目标价是17903 就刚好到月底就到了 对不对 但是你说目标价到了 然后这边也稍微有点跟月线乖离嘛 所以这里跌破 跌破月线 昨天就跌破了 对 那加上今天也是没有站上 早上挑战一下又下来 所以概念上会是什么 第一个 这个均线的惯性如果被打破的话 大家不要想 因为很多人都会想说 哇 会不会很惨啊 会不会立行反转 跌到1万5 其实不会 通常不会 所以一个趋势走完 会进入到所谓整理的格局 所以未来比较可能的是 这种样子的整理的状况 OK 那另外一个点 这是季线 季线还在向上走 所以大家记得 我们讲季线是一个中线的指标 所以季线还是向上 价格也在季线之上 所以中线还是多头 不用担心 所以反而是 大家要趁这个时间点干嘛 去做一些检视你手上的持股 是不是要换股的动作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讲说 你什么股票应该要换 什么股票可以留 那这个是技术面 我们再从这个角度 这是大摩的报告 大摩它给整个新市场的股市 一些的定位 意思是什么 它说其实你看 如果以这个 股票也有之叫殖利率 殖利率来看你看澳洲 不错 然后这个是香港 然后再来印度 印尼 印尼 然后再来马来西亚 然后甚至新加坡 都不错 台股是这一个 3.06 所以台股从殖利率的角度 对于外资可能性力不算这么大 对 但是它给的评价是什么 它说你要什么 防守型的 防守型的 跟成长型的选择的话 那台股其实还是第一名 因为它有一定的殖利率的保护 但是我们有攻击性 因为你看这些什么澳洲 印尼 他们都不像台湾 都是以电子业为主 他们可能是比较偏传产类的 所以简单来讲 我觉得整个角度来思考的话 从基本面来看 应该台股也还算是 相对的会有吸引力 然后对外资来讲 然后这边我们带大家看一下 资金的流向 好 我们先从TS1 2 3好了 我们先从电子 来电子这边 这边外资开始买嘛 对 买完这里开始卖 但是你看这边又买上来 所以你说钱有走吗 昨天前天是有 但是你说真的以卖的幅度来看的话 我觉得有限 然后再来2 6 TS1 2 6 好 来 这航运 航运股 TS1 2 6 这边 对 这边是不是买 买到这里其实都没有跌 来 我们看一下2 6 0 3 长荣 好 2 6 0 3的长荣 长荣其实在哪一天 来 我们放大 放大一点点 不是 反向 对 来 这一天我印象很深刻 这一天涨上来 新闻出来说有人亏了58% 涨回来终于解套了 对 赶快卖掉了 就整理几天 但这一天我再连线 有台连线我就说听到这个新闻 我想应该行情没结束 所以有人已经解套跑掉了 对 等了大半年总算走了 但是他既然走了 那应该行情没结束对不对 所以你看后面这里是不是又再创高 对 好 来 我们再看TS1 2 0 钢铁指数 钢铁股 来 钢铁这边是不是上来 好像有点调节 但是事实上还在高档 来 在TS1 2 8 金融 来 这部分也是 从11月这里一路上来 你说有大幅的卖超吗 没有耶 其实有限 所以整个再我们回到TS1 好 回到大盘 来 11 12月买了4000多亿 昨天卖了那个200多亿 所以4000跟200 背水车薪 也叫背水车薪的 但是真的不算多了 客观讲是这样 所以这个地方我觉得先提醒大家 不用太紧张 那反而我们要思考 什么东西你该换 什么东西你该留 对 因为展哥说我们刚从航运股 从电子股到金融甚至钢铁 其实外资的买超的金额 是缓步的再向上垫高 并没有大幅的调节 但重点就是换股很重要 要换到会涨的股票 对 不过当然另外有论点 接下来明君讲到这一个 很多人的想法是说 第一个 当然昨天联准会利率决策 但是有人说那个鸿海的危机 会不会升温 升温推升运价又推升通膨 会不会让联准会的利率政策 或者没有这么割 对 这个是一个思维 但是大家要回想 当年航海往事什么时候 疫情 塞港 塞卡车 然后在港口没有制动化 对 缺工 所以当时是天时地利人和 现在算是地缘政治 小范围 因为地中海航线大概占 全球航线大概10%出头 所以其实占比有限 那你说当然 以筹码面刚看的角度 确实还是维持强势没有问题 但是会不会创造那一波的龙井 造成通膨的影响 我觉得可能没有这么严重 对 OK 那接下来我们再回头 好 大家提醒大家先找QR Code 对 因为其实我们昨天 就在我自己的频道跟大家分享 就是说我觉得这一组不太行 PA 对 那为什么咧 我们来看 这个其实当时 其实当然这几个月 他们是营收一直在上升 没有问题 跟股价一样 但是 你们看 从这个 这是去年 去年第一季 这也是季线 一路上来 你有没有发觉 每次来到季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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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这边 全部都守住 但是我们放大来看 昨天是不是跌破 一根长黑送你一根跌停板 直接跌破贯穿季线 对 所以我昨天我就说 这个状况就是不对了 整个均线的惯性被打破 那这个地方为什么会这样咧 当然这一路上来 你可以看到 从这里外资 基本上就是一路买 但来到高档 开始做一个调节 但是客观来讲 当时他们的营收 获利有没有很好 没有 有在回升 但是没有到很好 没有到往年那么好 对 所以看起来 外资的格局是什么 其实外资 因为资金大 我不可能说 跟你买突破 对不对 跟你买突破 不然我敲个三亿好了 就一突破就涨停了 所以不可能那样买 所以大资金一定是 慢慢买 慢慢买 一路买上来 那你说会不会一路卖 会不会说一下卖光 也不会 他也是慢慢卖 所以变成是在高档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在这边 都还有注意 但是这边上来 高不过高 我们就觉得好像不太行 对 那昨天刚好跌破 那就代表怎么样 可能 他们外资为什么这样买 因为他预期未来会变好 所以他是根据他的预期 去做决策去买的 那我现在已经上来了 已经价格进了 就价格已经反映了 那我当然就卖 概念上是这样 所以遇到这种状况 就要小心 尤其是因为打破均线惯性了 对 那我们同样的道理 另外两支 来看文帽 文帽在这一波本来就比较弱 这是第一个 因为它相对规模比较大 但是这边上来 这里是不是也有一个比较明显的 一个头部 对 然后这个头部 是不是昨天也跌破 昨天跌破头部的颈线位置 再加上什么 季线 所以是两个重要价位都跌破 那你说今天会好吗 所以昨天我就讲 我觉得要小心了 该买也要买 然后宏杰科 也是类似的道理 宏杰科那一天 这边我们还在讲 这边我们还在讲说 有机会上来 但是上来之后 是不是没有办法挑战了 没办法挑战前高 那这种状况 应该 这里一根跌停上来 这样子收复的话 其实照理讲 它要维持强势 但是它强不了的话 那是不是就 就是上不去就应该下来 概念上是这样 所以操作上面 我们有一个思维是什么 我觉得可能是这样 但是 并没有发生 价格没有发生 如预期的状况的时候 我们就要警觉 就要开始做一些调整 那这边一样 这里下来 这边上去 反弹到这个月线 昨天也跌破季线 这个要注意 然后再来前波的低点 这个低点 我们抓到119 今天收盘多少 118.5 刚好跌破一个TIC 所以注意一下 明天如果站不过119 就要小心一点 好 然后再来光达 这个部分 当然之前我们说 它是土洋对坐 对不对 但是那时候 我们再用技术面跟大家讲 为什么 扣底在这边 扣底还在高档 所以我说它不会攻 它会等这个翻阳 所以你看这一波 是不是又拉回来 但是拉回来 如果季线是守住的话 那还有机会再走下一波 对 但是大家回头自己去看伪创 伪创就弱 比较弱 伪创是跌破季线的 那技嘉也是 当时我们也是讲一样的状况 都还扣底在高档 都还扣底在高档 等机界翻阳 对 等机界翻阳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注意的点 土洋对坐 这边外资在买 投信在卖 但是你看 谁继续买 还是说 我买转卖了 所以发觉外资是有买转卖 所以这种状况 你可能就要稍微注意一下 稍微给点耐心 然后接下来这个欣欣 今天也有朋友在问我 对啊 这个股价也是颇弱的 对 因为它很喜欢南电 所以它200块又加码了 问我怎么办 但是OK 200块 不是 它好像240才多少加码 对 OK 但是这个地方 我们先注意一下 好 一樣喔 它这个地方扣底在哪里 扣底在这边 也在相对高 而且今天是不是跌破季线 对 而且注意 我们一直讲 季线要有方向性 对 它的方向是怎么样 向下 本来就向下 所以说这里站上 叫不叫多头 其实也比较多头 所以这边本来就是没有方向性的 那这边又跌破 那这里 季线向下 价格在季线之下 是不是又形成一个空头格局 所以它就要小心一点 那我们反观老大 欣欣 这边上来 看起来确实有一个坐头 但这边是守住季线 所以就要注意 是它能够被带上来 还是它被拖累 这个地方 可能要注意一下 因为南电传出来 好像消息并不太好 12月营收并不好 那我们补充一下 刚洪杰科 12月营收还大增 还不错 还200多%的年增率 当然去年是不好 但是你看 这个问题是什么 利多消息出来 股价是逆向的反应 这叫利多部长 所以遇到这种 要格外警觉 提醒大家 利多部长要更小心一点 对 然后再来我们讲优群 优群今天算送一个灯 是绿灯 昨天是创高 今天就送个绿灯 对 但是这个状况是什么 第一个 昨天创高是突破 对 突破完间立刻跌破 第一个 这个前高的位置 这里 18 178 178跌破 其实就要警觉 这我们过去讲过很多次 这种重要价位跌破 一定要注意 那当然这个地方 也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整个市场很偏多的 氛围的时候 突破很容易成功 对 但是这里突破完隔天就失败 是不是就告诉你说 现在气氛没有这么多 至今没有这么爱追 所以这个地方 也会延伸到 我们要怎么调整策略 所以也是提醒一下 少QR Code 我们今天会跟大家讲说 接下来我们应对的策略 应该会怎么去思考 然后但是你说 回来能不能买 坦白说我认为有机会 还是可以 对 我认为是有机会的 好 这个地方当然 几个角度 我们说空间换时间 也是之前我们讲过的策略 因为在这个时间点 你说要忽然拉一波大行情 不容易 因为之前你看像这个 优群我们是赚2 30% 但是你说现在 上去5% 10% 你没有出场 回来再让你套个5% 10% 就很痛苦 好像很容易这样 最近盘很会这样 所以你看像郁警官 我们举个例子 因为这我们有实际操作 那时候我们在突破这个点 4.12的时候 我们进去买 买完隔天就大涨上去 结果大涨上去 其实如果卖的话 一张也赚个2万块嘛 结果我没卖 又下来又到牢 有没有 所以你看那时候我也很后悔 因为其他的另外一档 我就是上去就卖了 就很爽 回来再接 对不对 但是你看 这边等等等等 有没有上来 其实也会上来 但是如果反观 一件事情 如果这边先坐一趟 这边下来再接一趟 省时间有效率 对 你是不是可能 又变个可能15% 先放口袋里 那如果后面还有空间的话 那是不是你15% 先来当停损的本嘛 你就等于是累积你的本钱 然后把这个 就短线 用空间换取时间 先累积获利 然后等什么 等我们比较预期 今年会发生的 就是所谓波段的行情 所以我觉得策略上 大概会是这样 好喔 这个2024的开春前三天 台北股市 连续性的压回 展哥发现到 你可能现在要稍微 调整一下策略 先拟定好战略之后 再做投资是比较保险的方式 那大家有问题都可以 跟展哥来询问咯 的确一月份的台北股市 震荡回档 可是法人并没有离开 法人偷偷在买哪一些股票呢 那这些股票哪一些筹码 我很未接够低的 邓老师帮大家抓出来了 我们感谢展哥 另外休息一下 设定五七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学会 这个月的行情前三天 就让股民们非常的煎熬 真的是 昨天才创高的股票 今天送你一根大黑棒 让大家都没有办法 即时的反应 但如果说我们从 题材方面非常强势的 确定要利多在前面的 来做关注 来做这个思考 会不会比较有获胜的机会呢 寒假要到了 其实不少大雪金放寒假了啦 加上一月底 台北国际电玩展 要正式登场了 其实很多的游戏鼓开始蠢动 那除此之外 寒假有好多好多的演唱会 要进行 今年有这个小巨蛋之外 还有大巨蛋启用 也有很多的大咖 来大巨蛋演唱 演唱会的商机 今年还可以期待吗 这两天转强的是一档客股 叫币印 演唱会制作跟硬体部分 去年前11月 营收年增142% 创始上新高 去年前三季 赚了4.57元 5月天25周年的 巨蛋演唱会是他们办的 另外韩国女子天团 Blackpink 林俊杰 也都指定这家公司 帮他们来筹划演唱会 那另外两家呢 这个演唱会公司 还有的是宽于国际 有上市� 去年前三季 窥转赢赚钱咯 有办王兴玲 跟杨晨琳的演唱会 华言部分呢 去年前11月 营收年增超过27% 包含了动力火车 吴时昌尾牙 接到手软 林佑佳 刚在台湾开完演唱会 今年还有海外的演唱会 尤其动力火车 受到科技大厂欢迎 尾牙厂是接踵而至 完全没有断过 那老师我想问一下 今天老师在这个表格当中 帮大家抓了一下 有关于演唱会概念股 演唱会概念股 其实这些公司股本很小 可是它飙起来的时候 是非常的飘悍 但是它的操作难度 也不是说很容易 我们怎么样来看 如果说大家看好 这样的寒假商机力多的话 怎么样做介入 会比较保险跟安全 那法人有没有在青睐呢 OK 为什么今天我会提到 华言跟必应 当然它符合我给同学们的 一个选股观念 第一个他们基期是低的 包括宽宇国际也是低的 那再来就是它的前三季 都已经转赢去年 可以 应该要讲前年 2023年的前三季 已经转赢了2022年全年 那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你看这个营收 很棒 这个是142% 这个是27% 法人买不买 原业份开始在 才几天而已 对 但是这几天是大震荡 这几天大盘是跌回400多点 是吧 那你相信之下你就发觉 对 那这个时候它非常安全 安全原因在哪里 因为之前在疫情 那现在呢 已经后疫情时代之后 这些开始活动了 极其低之外 打的这个底很扎实 我们可以看一下 8446华言 你看这个底多扎实 对不对 是不是才刚冒出头 这个底多扎实 那获利很好 你看 我前三季赚6.55 股价112 还有第四季还没灌 第四季是他们的旺季 因为各位看 现在的演唱会 尾牙 都是在第四季 那我们再来看所谓的 避印6625的避印 你看这个底多扎实 是不是均线都刚站上去 对 比如说刚才你们看展哥 在告诉各位很多股票 避开的 那个线型就涨不一样 对不对 有的是破季线 有的是均线往下交叉 那这是不是均线 通通往上交叉 很清楚就是强弱就分明了 对 强弱是完完全全分明的 然后你再看到这些营收 你会觉得说真的很安全 所以大盘今天是开高走低 它也不影响 如果你回到看它江坡图 来我们看一下 看江坡图 你就发觉 人家就是开高就在那边晃 就是维持强势 你再看8446的 华妍也是 你看就是这么强 根本不受影响 它走它的路 因为股价会还给它公道 那为什么没有讲宽余 宽余是前三季赚0.55 那去年是赔的 它是亏转赢了 但是换算起来 它本益比还高了一点 那这两档换算起来本益比是 比较低 那机器也低 那营收也都是大成长 法人也买 那同学们一定要记得先 扫描QR Code 那因为有时候有好的股票 我帮你找到了 那再来像昨天的蓝天 有没有照表操客 很重要 我们看蓝天 今天是不是 我说昨天我就提醒各位不能追 两根涨停之后 我提醒你不能追 告诉你可以买是这一根 有没有 拉回亮缩的时候来回撤 37块 然后送给同学们两支涨停 提醒你不能追 隔天开高不能追 它会拉回 那昨天我说这个五日线 会开始往42块卖进 今天接近了 今天最低418 对 因为五日线顶到41块8 今天很清楚的点一下 然后收回来收42块 最低418 那今天这个地方你就可以买了 也说你在这里买 我提醒你这里要卖 然后这里要买回来 你今天买回来就很安全 因为量就急缩了 对 你会发觉到每一次大盘 只要一键高点一定拉回 可是拉回又可以分强弱 这就是昨天我们提到说 像我们看3706的省打 3706 28号这一天大家会注意它 因为它创新高 带量 所以很多人注意 我反而说你去找股价委屈的 应该是买蓝天 再看喷射机2353 红机也是一样 2353 红机也是一样 同一天12月28号创高 我说你不要再去追它 所以当时我给蓝天四个字 叫严重低估 就是它送你算25% 隔天还开高 至少20%以上 然后你看现在 它连十字线都跌破了 十字线跌破了 然后我们再回头看蓝天 蓝天 2362蓝天 2362 你看 五日线是顶住它 顶住五日线 所以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我说它的大警戒在41.95 所以接近42块附近 你都可以开始分批做布局 因为你接下来是要迎接什么 波段的行情 就不是只看短线 享受它1比1的 可能要花个一个月时间也有可能 可是如果它可以从 这个42块上下走到60块 我觉得报的也是 蛮欣慰的 而且还没到禁止 禁止是73 所以基本上同学们 就是扫描QR Code之外 也去搜寻我的直播 有其他的股票 也会在我的直播跟各位分享 好 大家可以跟我们邓老师 来询问一下 相关的各股资料 都会放在邓老师的 Light里面 大家有机会 都可以来跟老师提出 老师有时间 会跟同学们做互动 还有分享 老师那我们从K线观察 OK 这军工股的部分 其实法人持续的在做买进 对 那股价依然在酝酿当中 是的 位阶很低 买起来真的比较安心 是的 尤其像今天大盘在开高走定 你会发觉军工股其实蛮稳的 它就维持在平盘上下 小涨或者是跌一点点 那你就发觉到 因为它有这个实质基本面 所以我讲的前三季都赚赢了 前年了 然后呢 一样的 营收没问题 那MAC在这个地方 即将明天说周线 应该是下个礼拜 就会开始表态 我觉得机会就很大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还没上车 可以注意这一块 那亚航也是一样 你发觉 这边已经纠结到 没办法再纠结了 下个礼拜会表态 那表态我的看法 它往上的机会 是特别特别的高 所以同学们都可以注意 看你喜欢哪一档都不错 我觉得真的都是纠结在这里 那今天比较强的 就是这一档全训 你看我早上印图的时候 还在160几 可是你看它先冒出来了 收170.5 它先冒出来了 均线纠结成这个样子了 有沒有 所以基本上很快 这种股票我觉得下个礼拜 军工要动也是很快 也会轮到它的 那今天就是助容稍微拉回一些 那基本上也没有问题 因为它之前在这个地方 已经黑翻红了 那我们再来看中美金 今天中美金也是拉回 可是我说只要这个仅限是利手 它未来就是要走这一段 未来要走这一段 那一样的 你说接近在190到192之间 我觉得去逢低布局是OK的 因为风险是蛮低的 那你要享受是这一段 这一段的距离是蛮大的 这一段距离有六七十块 六七十块 你如果给它一个月 它给你六七十块的空间 也是不错 12月反而 买到一月还在持续加 对 还是持续买 还是持续买 那你再看亚通 我主要讲是抵这附近 基本上在这个仅限附近 接是OK的 上个礼拜是出量表态 这个礼拜是量能急速萎收 所以基本上非常符合整个量价关系 拉回来量说是就是要买 爆量大涨创高都要调节一下 以这样方式来操作 那蓝天就更没有问题了 那各位可以 大景线就是我讲的 所以它这个地方就是晃来晃去 这个都没问题 而且这个量已经很确定了 这个周的量已经 已经是成为底部最大量了 今天又回撤景线的位置 很漂亮 而且这个量已经确定了 就算明天没开盆 它的量也是底部最大量 对 也是突破景线的这一根 所以接下来下个礼拜 开始往上走了 好 那我们看 来这边 滑岩 滑岩也是 这个都很漂亮 这个底真的很漂亮 各位可以注意 而且获利你都看 看并 去年 赔变转 你再看一次 去年转五点 今年转六点 更多 这个是很很漂亮 那这个是爆炸性的大成长 从赔钱变大赚 然后这个营收爆炸性一倍多 所以